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法律老师老赵 今天我们开始讲解第六章内容 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我们看一下本章的考经分析 第六章和第五章属于姊妹篇 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在历年考试当中 它的分值我们预测在十分一类 近几年分值有所降低 注意行政诉讼 结合着我们前面讲的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一起来考综合分析题 由官对民做出一个处罚 你赶到冤了 民告官到法院 原告是谁 被告是谁 管辖法院 结合着随后我们讲的证据 当事人一审程序 来考综合分析题 那么从支点上来讲 本章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非常庞杂的 并且规定很多东西 规定性 法条 行政诉讼法 以及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 这很多法的条文 比如证据 我们有一些年份就直接考证据 考一个综合分析题八分 都是法条和司法解释 对同学们的记忆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内容还是非常庞杂的 那接下来我们各个击破 来进行学习 那么本章呢 我们分五个单元来进行讲解 但我们把教材有些章节啊 内容进行整合 比如把教材当中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整合一个单元来讲解 第一个单元讲行政诉讼法的基础 讲行政诉讼法的概念 特征 基本原则 那么在历年考试呢 他会在选择题当一些干扰项 有一些干扰项来考察 他的基本原则呀 一些特征 就下列关于行政诉讼法 表述正确的事 错误的事 要至于我们现在考试的一个特点 受案范围管辖 特别是受案范围 这个要引起同情的重视 考试批页是最高的 那么第二个单元 讲行政诉讼参加人 原告被告 在行政诉讼当中 被告大多是行政机关 或者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也就是说被告 他具有恒定性 原告是官对民做出行政行为 这个相对人和相关人 原告被告都是法定的 一方是官 一方是民 那么原告的界定 被告的界定 在历年考试 也是几乎年年必考 第三人 以及行政诉讼当中 其他参加人 例如我们讲的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者是委托的诉讼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委托的代表人 这些界定问题 那么第三个单元 讲行政诉讼证据 在历年考试当中 有些年份就考证据 能考试多分 行政诉讼法 在历史上是辉煌过的 考过15分左右的 那么近几年的分值 行政法边整体有所降低 所以行政诉讼法 近两年分值都控制在十分以内 我们有一些年份 直接考证据 考一个八分的案例题 综合分析题 打官司打证据 法定证据的种类 怎么来认定 这一块的司法解释 都是法条的罗列 对同名要求的记忆力比较高 打官司打证据 这些都是给出三颗星 要引起同分重视的地方 关于行政诉讼程序 考试聘力并不高 特别是一审程序 像简一程序 我们偶尔考一下 给出两颗星 一审程序 二审程序 一定要注意 我们国家是两审中审制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 未生效的案件 这个判决裁定 进行审查 叫二审 审判监督呢 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的案件 可能是一审生效 可能是二审生效 要注意两审中审制 行政诉讼的指行 和非诉行政案件的指行 这些我们给出一颗星 考一年 休息两年 偶尔考一下 同学们通过这个单元概要 你知道我们从五个方向 来进行讲解 那重点是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 参加人 就原告被告的界定 行政诉讼证据 行政诉讼程序 当中的一层程序 那简一程序 这些是命题的重点 那么下面我们看 单元一的内容 行政诉讼法的基础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受案范围确定的标准 行政诉讼管辖的种类 行政诉讼其他管辖 你看这也是了解的 那么关于行政诉讼法的特征基本原则 特别基本原则 给出两颗星 那么剩下的都是掌握的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我们知道你通过 复议不服 你可以到法案起诉 你说周老师那一层法案判决之后 我不服 能不能回过头来再复议啊 叫司法最终解决途径 没有回头路 这要注意一下这个关系 哪些是选择型的 哪些是必进行的 哪些是复议中矩型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进行归纳总结 需要我们掌握的是行政诉讼 所谓范围和不予受理的案件 这些呢 几乎在每年考试当中 聘力很高 都属于三颗星 黄金考点 行政诉讼级别管辖 知道我们国家有最高人民法院 省高院 中级法院 基层法院 哪些案件 中级法院作业第一审 假许你要高县政府 区政府 中级法院作业第一审 这个同名要注意 我们在历年考试出过题目 行政诉讼的第一管辖 那么从管辖的角度 特别是级别管辖 要引起重视 那么行政诉讼第一管辖 要注意 通过复议了 对复议决定不服到法院 那是一个管辖权 复议既然改变原行政行为不服了 是一个管辖权 所以这一块呢 大纲要求都是掌握的 掌握的 我们都给出三颗星 熟悉的两颗星 了解的一颗星 阅读一下 下面我们看具体内容 行政诉讼 它的概念 同样要注意 我给大家读一读 你找里面的关键词 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或者与其他有行政行为 有利害关系的 其他公民反 其他组织 那么这一句话 就代表民 就代表原告 这个原告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或者利益相关人 要么相对人 要么利益相关人 公民反 其他组织 通常要注意 这是民 原告地位 是民的地位 认为 只要你认为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大多是行政机关 或者法律法律 受刑了组织 做出的行政行为 侵害你合法权益了 侵害你人身权财产权了 只要你认为 看到没有 就民 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和利益相关人 只要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侵害你合法权益了 你均可以向法院 提起诉讼 关键词到法院 到法院 请求法院对备数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通常要注意 这里面的原告是民 被告是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是具有恒定性的 法定的 一定要注意 在考试上会考试的 他考行政诉讼法的特征 那就是概念 这是概念 概念和特征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你总结一下 原告是特定的 被告是行政主体 原告对被告 做出的行政行为 因为侵害合法权益了 民告官到法院 法院对被告 行政主体 做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合理性审查 进行审查 一定要注意一下 官和民发生的是一种行政争议 是一种行政争议 不是民事争议 是官和民 纵向纠纷 法院在诉讼当事人 就原被告第三人 以及其他诉讼参议人 我们讲的代表人 代理人的参加下 对刑战案件进行审理 并做出裁判 法院最终 要做个说法 医生法院判决 或者裁定 你要有个说法 行政诉讼 一定要注意 不实行反诉制度 在行政诉讼当中 被告没有反诉权 不像我们讲的 在民事诉讼 原告有起诉权 被告有反诉权 因为在行政诉讼 被告你有行政决定权 所以说你没有反诉权 说你民告官到法院 在行政诉讼当中 被告可以改变原行政行为 所以同学要注意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行政诉讼 解决的是一种行政争议 是纵向的 不对等的 被告具有恒定性 被告容颜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你没有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就不能当被告 所以我们在教材当中 提到了行政诉讼的特征 你把概念搞明白了 那就原告是民 被告是官 恒定的 解决的是行政争议 是法院对被告行政主体 做出行政行为 进行司法监督 一定要注意 行政诉讼是一个司法监督 司法程序 而行政服役是准司法究计 当然在行政诉讼当中 也是保护谁的权利 民的权利 保护相对人的权利 保护公民法 其他组织的权利 同样注意 行政法的特点就体现出 保护公民权 控制行政权 体现出法院对被告 行政主体的监督 司法监督 好 接下来我们看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民告官 同样注意 有官举证 体现出举证责任倒置 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负责举证 因为你被告 作为行政主体 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 要先有证据后裁决 那民既告官了 官来举证 你拿不出证据 代表你当时做出行政行为 就没有法律依据 那可能被撤条掉 这跟行政服役是不是一样的呀 在行政服役当时叫被申请人 行政诉讼当时叫被告 我们叫姊妹偏 你行政服役法搞明白了 行政诉讼法 很多法条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要注意他们的相同点不同点 这个理解起来就越来越容易 学习要温故而知心 要注意他们之间的相通性 行政诉讼期间 行政行为停不停地执行啊 我们知道 作为行政主体 行使行政权 他一旦做出 我们就推定他有效 要体现的公定力 你老百姓感到冤 你认为刑案 你全一起起诉了 原则是不停止的 行政行为 它具有公定力呀 执行力呀 公定力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原则上不停止 单是有例外 我们要注意一下例外规定 在诉讼当中 什么情况下 停止执行啊 官认为 被告认为需要停止的 那就停止 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停止的 那就停止 老百姓说了不算 原告历害关系人 申请停止的 法院认为停止 才停止 同名要注意 它有个前提条件 就老百姓说了不算 原告历害关系人 申请停止的 法院认为 该行政行为的止行 会造成难以弥补损失 并且停止止止行 不损害国家利益 损害社会公立的 才可以停止 你要注意一下 什么情况可以停止 他有一个并 并就是法条 前后都要说完整 法院认为 并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立 在个人民法院 停止了就停止 法律法规 规定停止就停止 我们知道行政复议 在复议期间 原则也是不停止 但是有例外 这个我们都讲过 它区别就是 法律规定停止的停止 而行政诉讼法律法规 规定停止的就停止 一定要注意 这都是官说了算吗 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都是官吗 申请人说了不算 有复议机关认为 需要停止才停止 所以一定要注意 原则不停止 人许有例外 诉讼当中 当事人对停止止行 或不停止止行 才听不符 那你可以申请复议 这不叫上诉啊 不叫上诉 这同样注意一下 在诉讼当中 注意 你权利是申请复议一次 不是申请上诉 当事人对停止止行 停止止行 或不停止止行 才定不符 是申请复议一次 司法 这个依法变更 有限原则 有利原则 对谁有利啊 对民有利 一定要对行政诉讼法 它首先保护的是 公民法案其他组织 这个合法权益 你认为行政主体 请上你合法权益了 你寻求司法救济 法院对被告 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 首先要注意一下 我明告官到法院 法院的判决 原则上讲 能不能去加重原告的处罚呀 我本来让救济我便吧 你不能再猜我一脚吧 原则上讲 你司法权不能代表行政权 第一呢 你有限原则 变更是有限原则 第二呢 你做出变更 必须要对原告有利 要对这个有利 不是对被告有利 对原告有利 原则上是不能变更的 在什么情况可以变更呢 都在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不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是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或者其他行政行为 涉及到款额的确定 就钱的问题 款额的确定 认识有错误的 法院才可以变更判决 这里面用的是可以不是应当 这提案的法院只有财良权 不是应当 看到可以想应当 看到应当想可以 这就是一个限制 这个随后我们在讲 一层判决的时候 还会讲到 很多支点 我们都不止一次的提到 人民法院 这体现出什么呀 做出变更判决是有限的 只有在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或者对款额的确定 认识有错误 才可以进行变更 其他是不可以的 第二个体现出有利 对谁有利啊 对原告有利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 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 看到没有 要对原告的义务 你可以减轻 不能加重 减审原告的权益 那是不行的 要做出对原告有利的 那张老师什么情况 可以做出对原告 没有利的变更啊 如果利害关系 同原告的 且诉讼请求 相反的 张三和李氏都 都是原告 那么如果 如果张三 那么做出对张三不利的 变更 因为李氏呢 做出的诉讼请求 是相反的 他是对利害关系 就相反的 那这种情况下 除外可以做出什么 对张三 这个不利的 加重处罚的 这个变更判决 因为有利害关系 的人李氏的存在 是吧 并且他的诉讼请求 和张三是相反的 一个要处罚 要轻 一个要处罚才重 最后认为处罚重 是合理的 有法律依据的 那这个是对张三 可以做出不利的 变更判决 所以他有一个前提 对于法条呢 有一般规定 有例外规定 就把抽象的法条 案例话 想明白 推理一下 这个法条 我们在随后的简科当中 一层判决还会讲到 我们温顾一下 行政负义的变更判决 他体验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他的变更的范围比较大 认定实施 清楚 证据缺作 程序合法 但明显不当 或适用依据 他只要你的行政行为 明显不当 不是行政处罚 明显不当 这体验出 在行政负义当中 他的变更判决的情形 范围要大于行政 诉讼的这个变更判决 这是在行政负义当中的 变更情形 认定实施不行 证据不足 但经过行政负义机关 审核查 刺施证据 证据缺作的 都可以变更 就在行政负义当中 能变更变更 不能变更撤销 不能撤销就确认违法 这体验出 行政负义机关的 变更决定 和医审法案的变更判决 还有小区别 他们的区别之处 我们知道在行政负义当中 他的变更的情形 这个是明显 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是用错误 如果照行政诉讼 他只有在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是不是这个范围变小了 变成有限原则 很理解 接下来是 对行政行为合法性 适当性审查 这体现出法院 对被告 做出的行政行为的 合法性 适当性审查 体现出司法监督 那你不合法 不合理 可能被撤销 接下来我们看行政诉讼 和行政复义的关系 这里面要注意 我们在前面讲 行政复义法 和行政复义法 实施条例 我们讲了税务行政复义规则 当中 是不是都讲过呀 哪些是选择型的呀 我们讲征税行为 是必经行的 税务机关 你做出的税款 这个自拉金 发生争议了 必须先复义复义不符 到法院结束 如果是罚款呢 家属罚款呢 就选择型的 是吧 如果你选择行政复义 对行政复义不符 仍可以向法院结束 但是要在法定的复义期限内 不得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什么意思啊 同样注意一下 你申请复义了 复义机关正在解决这个纠纷了 在法定的复义期限内 你能不能去找法院啊 那法院不受理 为什么 一个矛盾 只有一个机关来解决 只有复义机关不作为 复义期限借满不作为 或者对复义决定不符 你才可以15天内到法院起诉 对我们讲过这个原理 当然你也可以不选择 复义直接的法院起诉 这都是可以的 不经复义直接的法院起诉 这叫选择型的 就我们讲了 税务机关 对张参做出税务处罚 罚款 税务许可 税手保全啊 强制措施 这些都是选择型的 那征税行为 复义前置行的 这是对前面内容的一个回顾 按照税务行政复义规则 公民法案其他组织 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不符 应当依法申请复义 必须的 这是应当 必须的 一 二 没有一 就不能有二 就我们讲了这个税法元素 因为纳税主体 纳税地点 税款 不是罚款啊 发生争议了 你必须先复义 复义不符 倒法院起诉 当然在复义期间 能不能倒法院起诉啊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 反垄断法 也是讲的复义前置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 依法做出禁止经营者计中的决定 和附加减少计中 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限制性条款决定不符 那你感到冤的话 同秒罪 可以依法申请复义 对复义决定不符 才向法院起诉 这个他体现了复义前置啊 这个原理 复义前置必须有法律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 那都是选择型的 不管你是复义中局型的 还是必经型的 都是法律规定 我们看法律规定 行政复义中局 一旦复义完了 就不能到法院起诉 复义是中局的 根据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自家市人民政府 对行政区法的刊定调整 和征收土地的决定 我们要注意啊 这个级别比较高 是省自治区自家市人民政府 对区域的刊定啊调整 征收土地决定 省自治医自家人民政府 确认土地 这个土地是谁的 矿场水流 森林 山林 这个滩土 海域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是国家的 还是集体的 是吧 使用权 这些一旦做出复义决定 那就中局的 一定要注意啊 省自治区自家人民政府 这个对土地的确权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的复义 裁决是中局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级别 比较高 那接下来是行政复义和行政诉讼 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诉讼 我们讲是两审中审 那行政复义呢 一级复义 对复义决定不符 能不能说去上诉啊 不成为上诉问题 对复义决定不符 你可以到法案起诉 不成为上诉 如果一审法院判决不符 15天内你可以上诉 受到判决书 15天可以上诉 是吧 它是两审中审制的 我们知道行政复义原则是书面审理 书面审理就被开庭对立 将对应吗 原则上讲申请人被申请人 不需要到现场 行政诉讼 原则上原告被告 要当面罗对面骨 说清楚 要开庭审理 并且公开为原则 同样要注意一下 行政复义呢 它体现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原则采取是书面审理 不是开庭审理 实地核查及听证等办法 这些程序 有些小区别 一个是准司法究竟途径 一个是司法究竟途径 这有特征 这书上都有表述 要守不立书 听完课了 把教材通读一下 最笨的方法 也是最好的方法 你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接下来通过题目来练习 这也要注意这个学习的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 关于行政诉讼 收案范围 和行政复义的收案范围 很多把条背后的原理 是相同的 那张老师呢 行政诉讼 收案范围 它确定的 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就是只要原告 就我们讲了 行政行为的向对人和相关人 公民法院其他组织 你认为行政主题 侵害你人身权 财产权 合法权 只要你认为 你不需要来证据来证明 证据是证明这个行为合不合法 由被告来举证的 只要你认为 你都可以到法院结束 这体验的法院 来审查行政争议 他有边界 不是什么行政行为 法院都进行这个司法监督 这体验都是什么呀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这个监督啊 它是有边界的 有界限的 那到时哪些是受理呢 这个太多了 我们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教材是列举了一些 官队民做出行政行为 只要你认为 侵害你权益了 不管是人身权 财产权 你都可以去诉讼 都可以去服役 当然是外部的 不是内部的 是行使行政权利的 没有行使行政权利 那你是不可以去诉讼的 你看官队民做出一个 拘留啊 战扣啊 吊销许可制制造啊 那倒是眼熟吗 这不是行政处罚吗 行政强制措施 只行不符 都可以去诉讼 申请许可 就官队民做出处罚 强制许可 你感到冤 你都可以去诉讼 行政机关拒绝 或者在法庭期间内 不予答复 就侵害你的权益啊 你都可以 或者对行政机关 做出行政行为 其他决定不符 都可以申请诉讼 对行政机关 做出确认土地 矿场 自然资源 所有权 使用权不符 这里面要注意啊 如果是省 之于这些人民政府 对这个自然资源 所有权 使用权的 复议决定 这个行政 复议决定是终局的 那就不能到法案起诉了 要注意例外规定 对政府的征收征用 决定和补偿决定不符 申请行政机关 去履行保护人身权 财产权 合法权益的 行政机关不作为 假设你打110 公安机关不作为 那你可以告他 那公安机关 保护你人身权啊 他们是为人民服务啊 人民警察 认为行政机关 侵害其经营自主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的土地 金营权不符 你都可以去诉讼 你看这里面呢 都是列举了十几项 行政机关 滥用行政权力 排斥限制竞争啊 行政机关 违法及时 安排费用 和违法要求履行 其他义务的 大家可以看到 被告大多是行政机关 如果不是行政机关 必有法律法律受权的 认为行政机关 没有依法支付 不吸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因为我们作为公民呢 有基本深层的权利 政府没有保障 你基本深层的权利 那你可以告他 认为行政机关 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 和违法变更 解除政府特许基金权 这就告诉大家 行政协议 是可恕的 这个第一章 我们讲过行政合同 行政协议 是吧 你像这个特许基金协议 是不是体现双方法的行为 大多行政行为是单方的 这是双方的 政府去解除 他又通过行政权力 解除了这个特许基金协议 特许基金 比如你卖烟啊 酒啊 食盐 这些特许基金给你解除了 那你可以告政府 或者土地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 你感觉这些赔偿的钱少 看来这赔偿协议 特许基金协议都是可恕的 这有一年我们都考过 列举了十一项 列不完怎么办啊 因为行政机关 做事行政行为太多了 只要你认为 其害你人生权 财产权合法 权益的 等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不代条款 都可以往那装 你都可以去注冲 那你记住 哪些可以的 哪些不可以的 当然了 法律法会规定 特殊条款 也可以寄申请 诉讼的 我们列举几个 国家赔偿案件 法院可以受理行政主体 对受害人申请赔偿 不予答复 或受害人对行政主体 做出赔偿 额有意义引起的行政案件 行政赔偿 你可以先找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不作为 不答复 或者赔偿额度有问题 那你可以到法院嘛 司法最终解决途径 一切矛盾都可以到法院 到法院去 申请诉讼 是可以的 再一个就行政补偿 行政机关 依法来变更 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原则上讲 行政机关 一旦做出许可 是不能变更的 提前都信赖保护原则嘛 但是 他依法去变更撤回了 那要进行补偿嘛 对这个补偿 你先找行政机关提出要求 行政机关不答复 或者对补偿决定不服 感觉补的钱太少 你都可以提起诉讼 关于补偿额度 或者国家赔偿的款项 或者他不答复不作为 你本来先找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不答复就不作为呗 或者赔偿额度有争议 都可以提起诉讼 这都是司法最终解决途径 行政征收 行政补偿条款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 可以申请复议 也可以诉讼 选择型的 你可以直接到法院诉讼 也可以选择复议 复议不服到法院诉讼 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 做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 现在很多房子是征收吗 具体的变成国有土地 使用权再进行转让 开发商拿地 怎么拿这个国有土地 不能在具体的土地上盖房子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对市县 你这个没有乡政府 这个级别是比较高的 对房屋的征收决定 只能市县人民政府决定 对房屋的征收 你不服 你可以选择复役 复役不复到法院起诉 你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 这里面体现都是可以可以 都是选择型的 这个其他权益 作为公民法 其他组织 你认为行政机关 侵害你的政治权利 劳动权 休息权 文化权 公平竞争权 执行权 受教育权 你看我们前面讲过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你去查阅这些信息 你有执行权 政府不让你查阅 或者拒绝你查阅 你都可以告他呀 侵害你的执行权 或者受教育的权利 义务教育 加上你生孩子 现在到点了 学校不接收 你可以告教育局 这是他们的义务 义务教育 受教育的权利 这同样 对于我们在历年考试当中 曾经考过 像 这个北京大学 他可以授博士学位 授博士学位 通过法律授权 北京大学可以当被告的 按照这个 当被告 那如果你对授予学位 或不给你授予学位 你作为一个学生 赶到冤 你可以告北京大学 标签叫刘建文 这个告北京大学 有他认为他的博士论文 写的没问题 他认为这三个博导 有两个博导 给他的博士同导师 有矛盾 没给他评估 受于博士学位 他感觉 秦海权应了 去告 起诉 可不可以 可以 这秦海的受教育 执行权 公平竞争权 你都可以去提起行政诉讼 假如刘关章 三人都去申请一个许可 最后许可给刘某了 老二老三认为什么 我们权力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条件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给老三 你感到缘 你可以搞证 你认为 无理由拒绝原告 查阅行政许可决定 或者有关档案材料 监督记录的 那么 是不是作为被许可人 都可以到法院结束啊 原告 法院可以判决原告查阅 这体现出知情权吗 我们提示一下 刚才讲的受理 那你要观众拿些不受理 特别的不受理的这些列举项 容易在考上出干扰项 因为受理的太多了 要注意一下这个排除法 我们希望从那种排除法记忆 例如国皇外交行为 就国家行为 你能不能去起诉啊 到法院起诉啊 不可以 假设外交部要跟日本建交 你说我当年我爷爷 我祖伤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我要去告外交部 行不行啊 那不受理 或者国皇外交进行什么呀 在男孩进行实战演习 你敢要侵害你了 你能不能去起诉啊 起诉国皇部啊 法院不受理 再个就是行政法规规章 或行政决定 行政机关制定发布 具有普遍约束意的决定命令 这是抽象性文件 不能直接去诉讼 不能直接去复议嘛 还有内部的讲臣任免 这是不是都讲过呀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都一样的 再个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 终局裁决 假设国务院各部委 省自治区自家人民政府 做出决定不符 本级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符 到国务院申请裁决 这个裁决是终局的 一旦做出之后 你不用到法案结束 那按照行政复议法 我们讲了 省自治区自家人民政府 对这个土地自然资源 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 是终局的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 依照行事诉讼法 明确授权实施的 所以我们讲行政诉讼法 公安机关按照自然管理处罚法 做出的拘留啊 罚款呢 这些都是可诉的 行政拘留是可诉的 按照行事诉讼法 做出的刑事拘留 逮捕 强制措施 这些都是不可诉的 监视居住啊 去保护审 刑事拘留 这些都是不可诉的 一定要注意啊 经过授权 这些你不能到法案结束 如果张三 你去嫖娼 公安机关罚款 五千拘留十五天 你可以提起行动诉讼 如果你犯了强奸罪 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 那就是不可诉的 对吧 犯罪了 进行刑事诊查 采取强制措施 这是不可诉的 依据的法条 看考试当中 他依据的法条不一样啊 是依照自然管理处罚法 还是行政处罚法 还是依照 这个刑事诉讼法 依照刑事诉讼法 公安机关行使的是 法律授权之后 这是不可诉的 行政调解 法律规定的行政仲裁 行政机关 没有行使 行政权利的 我们知道两个人打架 熊大和熊二打架 民警来调解 你不能去告公安局 你感到冤 你可以感到赔钱少 你可以提起 请权诉讼吗 提起的是民事诉讼 你看行政指导啊 这都是行政事实行为 不就有强制力的 驳回申请 重复处理 有二次决定 你看第一次去申请 那么驳回你的申诉 驳回申诉 重复处理 第一次处理完了 你再去申诉 申诉驳回了 你再去起诉 那当然都法案不受理 对公民法案 其他组织的义务 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我们讲没有实际影响的 例如行政告知行为啊 行政强制指向催告书啊 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是可诉的 而告知书 还没有影响你私底权利呢 这都是行政事实行为 告知行为 这不可诉 行政调解 行政指导 行政告知行为 注意一下 行政机关做出 不产生外部的法律效力 不产生外部的内部的 研讨会 行政机关 就行政主体在内部做研讨 还没有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呢 你能不能去告行政机关啊 不可以 是外部的法律效力 对你有约束力了 影响你权益才可以告 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 当然不可告 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 而实施的准备工作 准备对你罚款300万 做的准备工作 在研讨阶段 研究阶段 还在报上级进行什么呀 这个承报阶段 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还没有对你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呢 你能不能去到法院起诉啊 这个不可以 到法院起诉就体现了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了 法院是事后监督啊 是对行政行为做出之后 他进行事后监督 对他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很大 你要注意理解 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协助执行通知书做出的行政行为 法院做出判决 有行政机关来协助执行 你能不能去告这个行政机关啊 你不可以告 因为他我们讲了 他相当于受委托者 按照法律 他是协助者 权力不是他做出的 行政机关当然 这是协助者 协助执行通知书 做出的执行行为 这叫行政事实行为 对吧 他是不可诉的 那造成了行政机关 在协助过程当中 扩大了协助执行的范围 或采取违法方式 实施协助行为 那当然是可诉了 这个我们还在历年考察出过题目 要注意例外规定 除外嘛 除外就可诉的 你体会一下 你本来行政机关是协助执行 这个权力对老百姓的 这个决定不是你做出的 你是协助执行 协助执行 当然你扩大了个协助执行范围 或者在协助执行当中 采取非法 非法方式 当然是可诉的 上级机关 急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 对下级行政机关 做出的听取报告 执法监督 督出履责 您能不能说上级的下级监督 当然下级能够告上级 那不可以 行政政诉讼 他体验的行政政议是民告官的 不是官告官的 假设县 税务局 报上级 上级 市税务局的县税务局 进行内部的一个监督 听起的报告啊 执法检查啊等等 督促履行资责 县 税务局能不能把市税务局当被告起诉啊 提起行政诉讼啊 当然不可以 你体会一下 当然不可以 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做出的登记受理交办 转送复议复合意见 他没有去影响你权力 你去信访办去信访 信访办 做出的登记受理或者交办 你感到冤 你能把信访办所在的行政机关当被告起诉啊 这个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教材当中越是这后几项啊 近几年考试聘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通过一个题目来练习一下 请听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 下列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刚才我们讲的实施项 哪些不属于受案范围的 你记住不属于的 这个一定要追 在考试当中 反向思维是 法院不受理的 打勾的拳啊 税务机关做出行政行为 实施的承报啊 咨询过程行为 对吧 对 税务机关在 做出税务处罚 还在内部研讨阶段的过程行政行为 那当然是不可说的 税务机关协助法院执行时 采取违法方式 或者扩大了范围 这是可说的 刚讲过 你去法院做出什么范围 你协助执行 没有去扩大范围 没有去违法方式 那就不可说了 上级机关 给予内部层级监督下级 次税务局 对县税务局进行监督 县税务局 能不能把次税务局 当被告起诉啊 不可以 行政诉讼解决是 官和民的关系 民告官到法院 是行政争议 这是特征吗 你知道这个不可诉 税务机关做出 对纳税人权利义务 不产生实际影响 或不产生外部法律 效力的行为 不可诉 你知道为什么 选择B 这个题目让你选择 属于的选B 那不属于的 那ACD都是不属于 正反两个方面 一定要记忆 这些点 行政诉讼的收案范围 行政负义的收案范围 一定要放在一起 来进行训练 这些几乎在历年考试 频率是比较高的 这个题目选B